观观鸡鸡,在河之洲,窈窕树鱼,骏子好球 从吉尔哥德到印南的距离就有两个小时了 印度吉尔哥德和孟迈这两个城市都有最大的唐人节 有四千多个中国人 所以文化方面我从小时候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然后目前在孟迈我们就是也是还在过中国的新年 春节的那天晚上就是出席的历收也是过了 所以我身边的人因为我也是教中国学 他们都是对中文很大的兴趣 然后都是学孟迈学语言的人也是挺多的 好多人就是研究和学习中文 他一个人就是很早就是希望中国和印度和邻居国家 我们可以有机会就是建立友好关系 泰格尔建立了国际大学 那边就是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学者 画家他们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画的画 所以那时候就是喜欢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学习中国各方面的 硕士毕业以后在长沙 同兰师大也是学了中文 继续带了一年当经修生 对中国的治理有很大的兴趣 然后中国和印度两个就是人口大国 然后学习的地方也是挺多的 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 然后工业化和环境治理 这两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做出了很大的那个贡献 所以慢慢的开始学会这些 l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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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就没了